《海角7號》 其實大家對妳的最大的印象 當然是從電影《海角7號》開始 對 但事實上妳是16歲就在日本出道 是 沒錯 那時候怎麼會漂洋過海來台灣呢 因為我在16歲的時候 其實在日本已經出道 出道十多年的時候 才接來一部香港的電影叫《頭文字滴》 然後那之前花了十年 我還是自己沒有得到一個好成績 然後剛好參與到香港的那個 《頭文字滴》的演出之後 真的幸好就是劉偉強導演跟我說 如果我把中文學會了 那以後可能就是市場會變得更大 然後我就認真聽他給我的建議 然後我就開始學中文 然後隔年就來到台灣 我想說試試看自己的 就是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這樣 這也很不容易 妳要放棄在日本的事業跟家人 然後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之下 重新開始 哪裡來的勇氣啊 其實那時候 後來海角7號 有了海角7號之後 因為那段時間我常常跟未得上 道文一起跑很多的通告 然後那時候才讓我感覺悟到 當時我為什麼來到台灣 是因為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放棄自己這麼愛的工作 因為以前對我來說 勇氣這兩個字感覺好像 要讓自己站到軒崖 就是邊邊 已經沒有辦法 就是回路了 對 那種感覺才會叫勇氣 但後來因為未到 講得就是不甘心 不想不敢放棄自己的夢想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一樣 妳跟一個最有勇氣的導演 才放手一圍 真的 真的 其實妳在高中的時候 就體悟到勇氣這件事情了 妳當時是大膽跟別人告白啊 也沒有到大膽 因為跟妳的形象感 常常都像日本那個社會 很不容易耶 真的嗎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 我在高中的時候 喜歡一個男生 喜歡已經有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每次看到他就是 就是心臟碰碰跳 就是感覺好像沒有 怎麼講 就是這種很悶的感覺 一直在悶在心裡面 然後因為我可能也是 跟自己的星座有關係 我是獅子座 我也是啊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一個獅子座的女生 好像也不太敢 一直把自己的就是 沒有辦法忍太久了 沒有辦法忍耐太久了 就是有什麼話 有話一定要說啦 對 有感情一定會表露出來 然後有一天 我在上學的時候的電車裡面 我就突然想到 欸 如果 這個告白失敗了 也是其實我們的人生 標誌中的 這麼小一點點的 對 就是 就是長短而已 其實如果把自己的人生 用在標誌裡面 比喻的時候 高中時期其實也是 那麼小一點點的點而已 那如果 我為什麼在乎那麼一點點的 就是看不見的一個點 所以我後來隔天 就想到這個搶通了之後的隔天 就馬上跟對方告白 對 雖然失敗了 但我覺得 不會後悔 沒有後悔 獅子座的 有勇氣跟大氣 講過 知道我試過了嘛 對 沒有就算了 對 我繼續往前走 對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 就是後悔的事情 對 人生最怕後悔 對 所以他不斷在嘗試新東西 奧琳怎麼看他的這些領悟跟勇氣 我其實 一直在想勇氣這兩個字 它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對很多人來講 勇氣好像是一個 比如說你這個人有勇氣 好像是加上去的東西 可是你如果仔細去看 或是聽他們的故事 你就會發現 不是啊 其實 像天宗千惠 他只是跟著自己心裡面 我喜歡這個人 所以我就把他說出來 我想要好好演戲 所以我就去演了 所以其實所謂的勇氣 他真正的意思就是 你能不能跟著你心裡面的聲音去走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人很勇敢 就好像他有一些外在的東西 可是其實不是 是我們不去跟著我們心裡面的聲音走的時候 我們想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我失敗了 我可能會怎麼樣 我失敗了可能會怎麼樣 那大家有聽過那個白熊實驗嗎 就是叫你一分鐘都不要去想白熊 結果你就會 完全想像那個想耶 每秒鐘都在想白熊 根本是不要白熊 沒錯 就是你越叫自己不要怎麼樣 你就會專注力都在那上面 所以如果人可以就是 所謂真正勇敢的人 他其實很簡單一件事就是 他沒有太多外在的東西 他就是跟著他自己心裡面的聲音去走 對 然後這樣走下去其實就會 他就不會後悔了 有些性試了可能會失敗 你從來沒試過你想做的事情 才是人生大失敗 其實你曾經有一個你覺得蠻大的挫折 你覺得被好朋友背叛 所以後來你的朋友交友哲學變成七分包 對 就是 因為我剛才也講就是跟清怡姐一樣是獅子座的個性 我覺得 重其重益重朋友 對 所以我真的大學之前 就跟朋友交往的時候 我百分之百的感情就放在對方 有一次就蠻 就是年輕的時候 就跟我蠻親的一個朋友 我以為他對我真的很好 然後我是真的對他是真的很好 結果他在外面好像有說我的壞話 就是他在我的面前都說我很棒啊 然後之類的 就沒有說我哪裡不好 然後我是不小心聽到我周圍的人說 我有聽到那個誰 有說你是 你其實是怎樣怎樣的人 我說我哪會 我哪會 我哪會 我沒有做過 他說了任何的事情 你是跟 你是聽誰講 他說是那個 就是我說的那個朋友 對 我就傻眼就是整個冷掉 那你也是問他嗎 我就後來 問到後來我就慢慢的 其實我有發現了一點點 從他的身上發現 他就是沒有很好的一面 可是畢竟因為他對我 就是個很好的一個朋友 所以我也沒有直接跟他講說什麼 我可能也是不敢看到真實的 他的一面 然後後來慢慢的慢慢的就是周圍的人 也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相信的都是我 好像對方也沒有感受到什麼 然後一段時間我真的有得了輕微的憂鬱症 因為我這麼相信你 所以你很重視這個好朋友 然後 對 被他叛逆的那種崩潰 跟就是溫度的差別 我當時是沒有辦法受得了 就是可能是也是年輕 然後後來因為我說 我看了一本 就是非常資深的日本的藝人 寫的一本書 然後他叫三倫明洪先生寫的一本書 他的書裡面提到的是 對朋友百分之七十 就是七分飽的感情放感情就好了 不要把百分之百的感情放到對方 這樣子受傷的都是自己 對 可是我覺得這也有尾矛盾 因為我們希望有些女人四十 其實也很需要好的朋友 很需要好的閨蜜 那如果你沒辦法對這百分之百的信任 百分之百的付出 那種真誠的友誼的話 是不是感覺好像我們所 那個感覺友誼的那個溫度 也一樣被打氣折 問一下浩瑩你覺得 這個年紀如果他很怕受傷 他要七分飽嗎 君子是叫淡如水是對的嗎 有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有時候 曲解了這句話 就是大家都覺得水 好像就是一種無味的關係 所以我跟你就是很平淡這樣 可是水它其實是一種 人生當中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體內幾乎都是水 所以我對於那個七分的這個意思 我覺得它有分成值跟量 就是我常常在諮商的時候 遇到一些當事人 他說他在工作上 他交了好朋友 他覺得他被背叛了 那仔細去聽你就會發現 因為他從一開始去工作的時候 他就沒把他當作是同事 人家其實只是同事 可是很快他就馬上 就把他當成朋友 所以在值的這個部分 我會覺得說其實我們是開始 在交友上 你會開始慢慢來 我以前也是那種掏心掏肺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真的遇到一個人 就是三天 我覺得我跟CCR很熟 就開始所有話都跟他講 然後可是可能站在旁邊 比如說像CCR 她現在可能很成功 我現在可能還不錯 然後她可能就覺得 你為什麼什麼東西都有了 那女生跟女生之間 有時候那種立場 有時候是很複雜的 所以有時候我發現 有一些女生會在外面 講別人壞話 她其實不是真心要傷害她的朋友 對 她有時候是靠她去講 那個人的壞話 來跟別人建立關係 她就順著別人講 對 所以這是很吊詭的 很吊詭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在40歲之後 我自己也遇過類似的時候 我覺得看待這種 這種所謂的背叛 你不會這樣想 你會覺得好像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一面 她可能是有她生命 需要面對的課題 可能在碰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她的軟弱 脆弱一面就發生了 有可能是利益關係 可能是合夥關係等等 發生這樣的事情 可是妳剛剛講 她還是對妳很好 對不對 在有一方面覺得她對妳好 可是某一方面覺得 她怎麼會這樣 而且我會發現女孩 40歲變成年輕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知道人家背叛 你會覺得是你自己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 一旦步入40歲 你會發現 那可能不是我的問題 是她自己有一些問題 而不是在我身上 我就變成是有這樣的 從容跟自信 是 就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 生命課題 要自己去面對 我會發現 對妳的問題 跟自己的問題 她都爭拨了 然後會這樣 她是不容易